大天福地 仁為貴 順則吉係 空則貝 元泰祖 歡迎大家來到第二節的元泰祖 剛剛講了很多關於復合的一些經驗 林師傅說了很多 你說得像我復合的經驗一樣 幫人復合而已 你有沒有復合的經驗 我也有復合的經驗 要不要跟聽眾說 不想說 我私人的問題是不會得 除了復合這些因緣之外 善信和客戶多數會找你做些甚麼 改運 有人找我習近平看風水 說說改運 改運是甚麼一門市 就是你的運不好 改好它 那一陣子的運勢不好 那就改回它 那有些甚麼 例如會不會說 這陣子可能是世界盃 有人說我這陣子輸錢 輸到傻了 有很多人找我講這些話 但我通常都不理他 因為賭錢不是甚麼好事 那有些甚麼你會去幫 健康 做事 感情都會幫 有些人說現在三四十都沒有拍過拖 那些生活很難過 我過了五六年都可以找你 你現在可以找我 對 我覺得你可以先穩定 我覺得我的負能量太強 你也未必幫到我 那算 那先說一下改運 你會用一個文王卦幫 去建立一下 它的運勢是否這麼差 還是怎樣 通常看運 反而是看八字 你說想看這一年的運 就是文王卦看 但是你失了這麼多年 就已經不是文王卦可以看的東西 我們就可能看八字 會不會本身是神殺 譬如我們說有寡叔 有寡叔 譬如八字 有寡叔 通常都是孤獨中老 有些可能會感情上 經常被人欺騙 我看八字看到這些 就幫他執一執 幫他改運 那改運 其實這個運勢是怎樣影響 即一個人的運勢是怎樣形成的 它是八字 我之前看電視 可能是行運超人 又可能會說 因為你的祖宗山墳 放在哪個位置 越不好 影響後代的運勢 是不是這些都會 是你會看到的東西 我不會看到祖宗山墳 有什麼影響 始終是電影效果 除非我真的去找回 他的陰宅 我們說山墳叫陰宅 自己住的那些就叫陽宅 可能是上一輩 他們的風水不好 但是你知道香港 現在找個位置 撞到難 你不要說那麼多風水 可能我們會看看 家裡的陽宅 他的風水會擺錯了 好像昨天 有個朋友住大坑 他就告訴我 他那個小朋友 只有22個月大 很多不舒服 無緣無故 夜晚可能小而驚醒 突然會彈起來 或者會發脾氣 他旁邊的家裡的婆婆 跟他說 這一陣子 其實都看慣了 你這個單位 走了兩個小朋友 都是生癌症死的 這樣說 他說 又不能搞搞他 他說自己不害怕 但是不害怕 就是不會問的 假裝不害怕 那我就看一看 那間房子在什麼環境 那這個就是風水問題 你那個廚房 這裡也是給大家一些建議 選屋的時候 不要選這些房子 廁所在廚房裡面 廁所在廚房裡面 對了 譬如 村屋 大家看到田森村有些村屋 是真的要進去廚房 那才可以到廁所 譬如 我走進廚房 然後廁所在你左手邊 或者廁所在你右手邊 你不進廚房 你就進不了廁所 那這個叫廁所在廚房裡面 那這一類的房子是不能住的 是真的會病的 特別是多呼吸道的癌症 那我就會問 就是 各位朋友 我就說 那你兒子 是不是多咳 咳 那我就說 沒有咳 不過就很多鼻水 經常鼻敏感 那我就說 那你小心點 可能再下去就變成烤喘了 因為這間屋這樣 就很容易有烤喘的 那他跟我說 就說 不需要害怕 基本上八成的 因為我都要烤喘底的 那我就跟我說 反過來 那這間屋如果是這樣 有廁所廚房裡面 就真的會影響 那這就是那個運 就可能健康運會比較差 那我們就可能透過風水 譬如幫他倒閉一下廁所 那你是不能搬到廁所走的 那或者在裡面幫他擺些什麼 或者怎樣 擺好一些位置 那就可以令到他運勢 就是提升 就沒有那麼容易病 那這些可能健康上 會這樣改運 那有些改財運 就可能 看看他居住的地方 有些人就會看他公司 那幫他可能擺個風水陣 那都可以有幫助 那有些人不是自己公司 又不是自己居住 跟爸爸媽媽居住 那就是個人入手 就是由他個人去做這件事 那你講起這件事 尤其是剛才你講的那個小朋友那個 其實我自己有些經歷 那我其實很小時候 大家現在一聽聲 我看不到 其實我是一個頗肥的肥仔 那其實我小時候 就受得很交關 甚至我以前小時候 有個花名叫排骨仔 那大家不需要經歷 你現在變了扣肉 我小時候 我怕我養不大 我爸爸那時候 以前有學法 我帶了我 那時候我還很小時候 去見師父 那師父 看完我之後 就說有些東西是纏著我的 然後弄了一道符 然後弄了一些水 給我喝 然後師父就丟下了一個人 這個年輕人就沒事了 然後 將來大哥 他就變得很肥 大概那個故事就是這樣 那你會不會有些類似的方法 去幫那些客人去講話 即是符水那樣的東西 有沒有 我沒有這個提供的 一來就 現在大家真的不要亂喝符水 因為符水 現在的符子是不能吃的 即是吃到你生癌症 現在的符子都變成糯米子才可以吃 其他的符子都不行 我自己以後也不懂得弄這些被人燒來吃的符水 譬如你說小朋友 他自己有什麼問題 剛剛我不是說到是由個人入手 是的 可能我剛才也會有建議 我那位朋友就說 小朋友不如帶著肉壓 肉壓是可以幫到他的健康 不敢的 或者 有些人守不了財 可能有些朋友也是這樣 找多少就花多少 找一萬就花一萬 有時候還可以 總之存不了錢 這個除了很理性地跟你說 你節省一點錢 不要亂吹之餘 就是人是可以說的 可能突然間有些東西要你花一塊錢 你不知道的 那有什麼辦法處理他 我們會叫他去廟那裏 七間廟 拿你自己的錢 自己的錢 千萬不要向人借 哪怕你用一元雞也好 一元銀 兩元銀 你喜歡 就放在土地工的香籠裏 不要被人發現 真的有些人這樣做 你被人發現 也會把他拿出來 他不會罵你的 就放進去 同時拿一條 黑色的朱古力 通常我們會說用 Sneaker 大家知道是什麼 Sneaker 就是朱古力條 黑色包裝 放在那裏拜土地 裝著香 去七間不同的廟 做七次同樣的東西 那個財就能夠受到 為什麼會有這個功效呢 就是 因為那些錢是你的 放在土地工的籠裏 變成你的錢 跟土地工 一起受其他善信的香火 變成人供奉那些錢 就會做這些方法 有些朋友說 家裏有神壇 都可以這樣做 你就在那個神後面 或者不要放在香爐裏 自己就不用放了 你用一個小盆 每天回來 就放一些散枝 放下去 自己裝香 就可以了 就可以存到錢 甚至是趨財 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一定要在廟 因為現在很多 舊式的公屋 不要搞人家的東西 不要搞人家的東西 不要搞人家的土地 不要搞人家的土地 其實不太好 但是真的很急的話 就會用這些方法 其實除了財運 還有財運 健康運 有沒有其他的運作 可能家庭 想家庭和睦一點 和諧一點 找你去做一些法事 去幫助 我沒有什麼法事 幫他們做的 通常都是做回風水做的事情 事出必有因 但你一定是家庭 某些的布置擺錯了 才會特別多爭辯 譬如很典型的 就是有一家人 我已經是一年前幫他看的 就是 那位父母 就覺得 那間主任房 就太過 怎麼說呢 是他的兒子的房子 很吵 就搞得兒子無法挖 於是 就把自己住的主任房 給了兒子住 因為座向不同 一個是望街 一個是望山 望山那邊比較靜 望街比較吵 那他就把主任房 望山的 就給了兒子住 看街 就是有車行的那個 就自己住 問題是主任房是大的 但是另外那間房 就小 爸爸媽媽就住小房 子女就住了大房 然後還要很特別的 那是樓架床的兩兄弟 哥就躺在下面 因為不喜歡爬上去 小孩就躺在上面 那是什麼情況呢 就是說 所有的背份 小孩就躺在上面 你分房的時候 你躺到亂了 大房一定是老爸老母住的 那張床 要大個弟弟那張 大不過也好 都要一樣 就不可以 小孩的床 就大過哥的床 也不可以 阿弟弟睡在上面 阿哥睡在下面 這樣的話 就會過小的 不尊重不大的 就很大 小孩的妹仔大過主人婆 對 因為我們這些事情真的講背份 小孩的床睡在阿哥上面 小孩的床睡在阿哥上面 應該是阿哥睡在上面 小孩和阿哥很多喊 然後 子女睡在大房間 和媽媽睡在小房間 小孩又不尊重父母 句句頂到行 是這樣的情況 很多喊小孩 那時候他找我處理 我就說 很簡單的 你調回房間 你兩夫妻睡在大 弟弟阿哥也回到那邊睡 然後 阿哥睡在上面 小孩睡在下面 我說一定不可以 小孩睡在下面 過了一段時間 關係就越來越好 你說好得兩個抱頭抱頸 沒有跟我說 但是最少就真的吵少了 也有跟我說 師傅吵少了很多 謝謝 這些很簡單的方法 有些技術上的問題想問一問你 會不會說 你剛才說的床的大小 如果那張是雙人床 是讓你兩個人睡的 但除了可以 原來還是小時候那張 弟弟睡的床 那怎麼算 即是兩兄弟睡一張床 不 即是父母睡一張床 哦 不關事 不關事 主要他們兩個睡一張床 大過弟弟的床 大過阿哥的床 不是 因為兩夫妻睡一張床 那一定是大過他 明白 現在還有一間房間 因為一間房屬於一個空間 對嗎 一間房間的空間就是你的 爸爸媽媽的空間 從小過兒子的空間 怎麼可以 現在還有很多舊式公屋 就會選擇不去間房 即是 好像宿舊床 舊式的宿舊床 總之一家人 這麼多床床 就是這麼多床 其實這樣對家庭的運勢 有沒有影響 對家床 對家床 這個也不用風水 對 這個也是因為人缺乏空間 對家床 你沒有空間就一定會吵架 而且你也沒有選擇 房子這麼大 唯有大家遷就一下 這個已經不能收拾 明白 好 如果你說其他 譬如有些人還想吹愛情運 那也是一個方法 可以在這裏 分享給大家聽 去你的廁所 有時有些客人 是長期沒有拖泊的 很想有 就像我那樣的 對 你也可以做的 你想運 你想運 就在家裡有一個花瓶 有一個花瓶 不要入換它 入三分之一的水 然後放在廁所裏面 不用拆花的 你放 不要換水 你說裡面發臭 或者有小蚊子換 一般來說不用換 你放廁所裏面 花瓶 很快就會有拖泊 有沒有說放廁所在哪個位置 不要阻礙人的位置 即是沒有特別講究 你不要放馬桶旁 當然是 明白 除了愛情 講家庭 講事業 即是前菜 它本身的運勢 其實我聽過有些運勢的影響 可能惹了一些髒的東西 可能又不是很影響到你的人 神智的東西 只是運勢 總算是被那些東西影響著的 那那些你有沒有方法去化解 那些是很難現在這樣打理的 看看你自己從哪裏惹回來 就在哪裏解決 那 有些小朋友 就不聽話 出去風花雪月 去一些酒色彩的地方 就搞搞鎮 通常回來就會衰三年 又會惹了一些不偶的東西回來 那回來 那你又怎樣處理呢 一般就叫他不要再搞 就是我們逐一點叫雞 不要再做這件事 那做善事 他講的不是說那樣叫雞 我想了 啊 酒色彩的地方 不可以是酒吧 不可以有事 你跟陰州沒有問題 但是你在這裏立身不良 做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那就出事 那一定要做善事 越多善事越好 因為例如說一善倒三災 善事好了 這些雲的字會好 人就像一個鞍仔 你做好事就有白色的斗 你做壞事就有黑色的斗 黑色的斗多於白色的斗 你就顧水雲 所以其實歸緊究底 做多少風水東西 或者擺多少陣都好 真的要做多些事情 最重要是全好心 做好事 永遠都對的 那我想多問一點 就是運勢的方面 其實是否一個人的運勢 不會永遠都維持在那個位置 即是否會疲憶太久 但是你是壞 如果你不去找些事情搞搞它 怎樣都會壞下去 人的運勢就好像 好像怎樣說呢 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 即它一定會升升跌跌 OK 可能就是它上一排 然後慢慢回落 然後又慢慢升 又慢慢落 總之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上落 即它們會突然跳到很高 一人跳到很高 但有這些人 但是就比較少 即是我現在 我這麼多年以來 桃花運勢都這麼差的時候 是否在說 可能我過了十多年 突然就會爆升上去 其實這個 你關乎到的問題 就不是運勢的問題 OK 是人本性的問題 也不是 我不會這樣說話 一命二運 就生風水 命是嘗試整定今生要經歷的事情 運就是純粹說你這段時間很不幸 好不幸 好不幸呢 人人人都是 但命是怎樣生成呢 就是講你嘗試積落做些什麼 今生要受 即是義事因義事 是的 我們都是不利因果的 所有事情都是你以前這樣做 你今天就要受 好了 譬如說你的命格整定 你是桃花 你是沒有拖拍的 即是沒有什麼愛情運 那這個就是你的命 那你的運好的牌子會怎樣 最多就是 可能有些人和愛妹妹 但是都是 拖一下手仔 拖一下手仔 最多都是這樣 但是真的要一起又不行 因為這個是你那個 我們說的限制 你那個運 就不來那個限制 在那邊相信路 我們只不過是說 我們會跟我們 譬如學我們用風水 就把那個運勢可以 保持久一點點 或者嘗試突破一點點 可以拿高一點點的位置 讓自己過得開心一點 那我們常常說的 風水和算命是不同的 為什麼不同呢 風水是一個能量的運用 OK 就是我們怎樣用這些的能量 或者怎樣用這些的氣 去令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可以達到 而算命就只不過去預測 這個能量之後 下一個目標 這個就是 一命二運三風水 這個可以跟我們下一集再說 好 因為真的是一個挺重要的事情 好 謝謝林師傅 那我們今集 原太祖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我們一個讚好和追蹤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嘗試可以inbox我們 如果我們有機會 都可以解答一下你們 我們剛剛說的內容 都並非精密科學 信不信由你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林師傅我們一起跟觀眾說聲 拜拜 好嗎 拜拜